这是梵蒂冈城内真实存在的魔法学校 至今已经培训出了近千名驱魔师 1989年 梵蒂冈指派到全世界的神志人员 接连遭到残忍的杀害 一个七岁女孩的母亲报警说 人都是她杀的 被联邦调查局带走后 并没有被起诉 而是直接被送到了梵蒂冈城 20年后 镜头前的小美讲述着这一切 原来她就是当年那个七岁的小女孩 在她的记忆中 母亲是一个慈祥善良的女人 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残忍的事 这些年她一直在搜集线索 准备去罗马找自己的母亲 纪录片导演麦克 想把整个雄母过程拍摄下来 毕竟当年这件事在美国家喻户晓 很快他们坐飞机就来到了罗马 他们首先要去调查那个神秘的驱魔学校 他想知道母亲当年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出发前一年 他就通过自己的努力 拿到了驱魔专业的入学通知 来到教室 一位神父正在讲解 如何分辨父生和精神疾病的区别 并给他们播放了一个真实案例 课下她和同学们简单的联谊了一下 讲述着各自的经历 婚开后回到宿舍 小美突然接到了消失多年父亲的电话 她告诉小美 不要去找你的母亲 你母亲已经不是自己了 小美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坚持 父亲只好告诉了她母亲的下落 原来她母亲被关在一个隐蔽 在教堂内的精神病院里 第二天小美迫不及待地联系了医院 时隔20年 医院也换了很多人 在得知小美是其女儿后 便同意让她前来探视 在出示证件后简单地办完手续 医生带她来到了母亲的病房 这里的病房 每道门上都挂有十字架 看上去很诡异 小美终于见到了20年未见的母亲 她躺脱不安地坐下后 母亲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她 一直看着天花板 嘴里在嘟囔着什么 小美说你还好吗妈妈 我是你的女儿 看母亲没有反应 便从包里取出一张照片 这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 母亲看了一眼照片 便挽起了袖子 给她看胳膊上的伤口 她的嘴唇里还有一个道师字 然后站起来走到床边 摘下了一张和小美手里一样的合影 邓小美你看我画得漂亮吗 小美说那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 里面的小女孩是我 母亲突然便脸碰到你是谁 小美说我是你的女儿 母亲说你骗我 我没有女儿 你走吧我要画画了 小美有些失望 刚准备起身要走 母亲突然转过了头看着她 似乎想到了什么 慢慢向她靠近 低声说道 你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你不该杀了她吗 双面痛苦的大叫起 身体也变得扭曲 医生赶紧过来 赶走了小美 这是一部由 真实驱魔事件改编的影片 故事继续 小美被母亲的举动吓到了 赶紧逃了出来 过了几天 她找到班里 有驱魔经验的大卫和基因 想让他们帮自己分析一下 看母亲到底怎么了 看完视频后 大卫觉得她母亲 确实有被恶灵附生的迹象 如果不尽快采取 进一步的措施 她母亲很可能将会 失去自我意识 小美墙大卫帮忙 大卫告诉她 让恶魔现身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如果你真的想为母亲驱魔 那么你得先了解 真正的驱魔仪式 看完后你再做决定 这天在教会的授权下 大卫和基因前往一户人家 为他们的女儿进行驱魔 这个女孩几个月前 经常发出奇怪的声音 家里发生了很多超自然现象 在排除是精神疾病后 教会最终批准了 这场驱魔仪式 仪式开始前 大卫和基因 把女孩绑在了床上 然后给她接上心电仪 这样可以在驱魔过程中 监测她的生命体征 大卫给小美说 现代化的驱魔 其实是医学和神学的结合 这也是驱魔专业的根基 说完大卫拿出法器 戴上法袋 基因开始记录 女孩的身体情况 挤一些基本信息 后面这些信息 要全部交给教会留党 然后两个人开始祷告 他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让恶灵现身 当大卫将法袋放到女孩身上 马上起到了作物 恶灵痛苦的咆哮着 试图以折磨女孩身体的方式 让她们停下来 大卫嘴里念着圣经 以上帝的名义让恶灵离开 然后把身体还给女孩 恶灵哪肯放弃 开始更加用力地挣脱 她挣脱绳子后 树子墙爬到了房顶 大卫和基因急忙上前 控制住女孩 然后更加迈力地念着经文 在法器和圣水的加持下 恶灵暂时逃离了女孩的身体 站在一旁的小美惊呆了 回来大卫告诉她 这只是一场简单的仪式 你母亲的情况应该很复杂 毕竟恶灵已经侵占她身体多年 最终小美还是决定要尝试一下 第二天小美向教会提出了评估申请 拿到申请后 很快她们三个人来到了母亲的医院 简单的交涉后 工作人员把母亲带了过来 做完简单的准备后 大卫拿着法器问母亲 你身体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人 母亲没有任何变化 大卫试了各种方法 母亲竟然给睡着了 基因说遇到法器和神职人员 如果真的被附生是不可能睡着的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搞错了 准备离开时 恶灵突然奔不住了 嘲笑着诅咒着所有人 她无视大卫的各种操作 而且变换着声音 说着他们根本听不懂的话 强大的力量能击飞所有靠近她的人 嘴里不停地在亵渎着上帝 藐视大卫和金这样的神职人员 法器对她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最后还是小美唤醒了母亲残存的意志 让她稳定了下来 回来后经过分析 大卫觉得小美母亲体内不止一个恶魔 就在他们研究如何将母亲闹出来 继续为她驱魔时 基因突然想退出 开始阻止他们 而且行为变得十分诡异 又过了几天 他们准备实施计划时 基因眼看无法阻止他们 基因当着他们的面自杀了 所有人看到眼前的一切都缓不过生来 这时小美突然拥倒在地 大卫和迈克急忙开车 送小美去医院 路上小美好像开了天眼一样 说出了大卫13岁时 害死自己叔叔的童年往事 还讲出了关于迈克内心黑暗的一面 讲完后 迈克突然变得痛苦起来 他解开了安全带 将油轮踩到底 然后迎着对面的车就撞了上去 整盘录像到此结束 与你会看到了有问题的车就会在弗尽下来 我们下来 看到一个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